韩国娱乐公司被称为亚洲造星工厂,每都有新的偶像团体的出道。 当然,我们也知道,这些光鲜亮丽的偶像在那之前,都要经历一段漫长且残酷的练习生涯。 只有一能有胜者,才有资格走上明星之路。 今天就来看看,在竞争这么激烈的韩国娱乐圈,练习生的生涯究竟有多残酷? 在韩国,练习生们每周都会进行选拔,库存海量,如果达不到要求,就要立即被淘汰。 训练条件也十分艰苦,有些公司甚至连上厕所都需要排队。 作为第一个在韩国出道的中国人,韩刚在出道之前也经历了一段很艰苦漫长的练习生涯。 据韩刚爆料,练习生期间,韩刚曾连续练习,超过二十个小时,某次训练时胳膊骨折了。 两个月后,他在做腹部称时感到疼痛,去医院拍片才知道胳膊已经快自己长好了。 曾经在韩国当过练习生的王子丸也曾说过,在韩国练习期间,各种体发挨打都会有,只要是犯错误就体发,如坐腹部称两小时,大腿内侧全是鱼青,连上厕所都很困难。 曾在韩国做练习生的徐明飞爆料,老师一般会用拖鞋身学生的耳光,虽然下手很重,但韩国练习生根本不会反抗,还一边被打一边陪礼道歉。 来自中国的练习生理校曾和少女时代同期培训,他说东方神起的金在中是被打最多的,有一次在中被冤枉了,也不敢解释。 回到宿舍一笨子发现,把脚都弄伤了,好生,英格冠军张碧晨也曾做过练习生。 在练习期间,张碧晨带着来时父母给的一点钱称为一段时间,饭可以少吃,但首尔高价房租让他手足无措,开始了四处借助朋友家的漂流生活,还活近一年的练习生生活,让张碧晨的梦想彻底破灭。 不公平的待遇让他接近情绪崩溃,甚至曾想不开濒临抑郁。 后来与佳人商量后,张碧晨决定回国开始新的生活,除了在舞台上的唱歌和舞蹈之外,经纪公司对对练习生的形体要求也非常严格,每星期他们都要量体重。 如果体重没有比上一个星期少,就会被大声朗读跟责备,完全没有任何的尊严。 有些公司甚至会要求他们吃减肥药。 减肥药其实对身体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。 吃完以后因为新陈代谢会变得很快,人会很晕,吃完的半个小时完全站不起来。 但为了能出道,他们不得不照做,除了体重之外,韩国娱乐公司对艺人的身高要求也非常严格,为了让身高达到要求,会把练习生的腿打得骨折。 打断一次不够就得打断多一次,让骨骼自我修复那时候顺便增高。 如果长得不符合公司的审美标准但是又非常有实力的话,公司就会安排你去把脸部调整调整,宁愿这是奖励。 做亚洲最成功的亚洲工厂,每年有无数的人摔怀着梦想进去当练习生,但是也有无数的人也承受不住压力而离开,登上舞台发光,发热等偶像,背后一定眼泪与汗水并存的。